福利基督寫明.13 那麼我們淨土中的修學 它是一個本尊相應的法門 也就是說我們寧命中是仰葬彌陀本業的赦瘦和往生的 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跟弥陀感应到脚 就是说弥陀的本宴功德 它是已经存在的 但是你必须把它启动起来 套一句偶尔大师的专业名字叫转他成智 你如何把弥陀的功德 转化成你的功德呢 那么转他成智的重点有两个 按照善达大师的说法 第一个提起佛号 第二个顺从本愿 所以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你练佛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数量的问题 第二个是本质的问题 从净土宗的角度 佛号多多益善 因为这个佛号 它是一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庄严 所以佛号进入到我们心中 的确会产生一种欣喜的力量 不是一心不是一变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佛号真的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加持力 的确为了我们业障消除 佛会增长 但是你要往生 那就不是提起佛号而已 那就是一个思想的问题 你必须要顺从本愿 我们以前都是怎么样呢 顺从说佛世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一次一次的轮回 为什么我们死了以后 正常人 来生 一定要在三界得果报 你跑不掉的 你哪都去不了 涅槃 你也去不了 净土 你也去不了 正常人死了以后 一定要在三界 再得一个果报 因为你对说佛世界 太顺从 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 我们的心态 要把顺从说佛世界的心态 调整为顺从弥陀的功德 但是 我们从一种 杂染的延起 要转换成 清静的延起 这个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是什么 空性的智慧 说实在 你没有空性 你不可能直接从杂染的顺从 转成清静的顺从 你转不过来的 一定是先把它归零 再重新开始 一个人不修空性 我不相信你能够把 燕尼说佛直接转成 星球级的 很难的 你不把过去的空掉 你不可能重新开始的 你带着 杂染的延起 去念佛 所有的佛幻都杂染 所以空正剑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让你的人生重新开始 让你的生命重新归零 所以 练佛的本质 就是你的心里的素质 你的智慧的水平的观照 其实 练佛的本质 比练佛的数目更重要 因为你信态 你顺从说佛世界 没有顺从本愿 你所练的佛号 全部夹杂生死业力 没有一句佛号是 顺从本愿的 诸位 你平常创造的都是 生死业力的佛号 你临终的时候 怎么可能出现 往生业力的佛号呢 那个佛号从哪里来 因为你没有这种心理准备 所以 改变你 提升你佛号的本质 就变得很重要 你不能只是创造佛号 创造佛号谁都会创造 一句佛号 念诵听 你自己创造一个音声 你听得到 这个就是一句佛号 关键是 他可不可以往生 不一定 我相信 他是一个很殊胜的质量 但是 是不是能够 跟弥陀感应到交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 所有的世修都要理观 就是 你的心理素质不提升 所有的佛号 就不可能提升 因为他是你的心创造出来的 不是佛号有问题 是你的心有问题 所以文医大师在讲 净土法门的时候 他开宗民意 是心做佛 所以才有可能 是心是佛 你的心态不随顺佛陀 你创造不出 跟佛陀相应的佛号 因为你的心态 决定了佛号的状态 我们不可能达到佛陀的境界 但是你起码 顺从 至少你是跟佛陀 同一个道路 你不能抗拒佛陀 你不能背道而耻 我达不到佛陀的境界 但至少我顺从 所以这个从一个 对说佛世界的爱情 而转化成 对极乐世界的星球 空性的智慧 先把它重新归零 再重新出发 所以这个空性的智慧 就扮演重要角色了 那么这样空性的智慧 跟 进度的 世修的佛号 到底应该怎么融通呢 这个我们就要谈一谈了 就是这个 性向原种的问题了 很多人强调空性 结果就偏空了 有些人一路练佛 忽略了空性 结果没办法调整 自己的心态 那么理观世修之间的平衡 值得我们谈一谈 好 我们看这段的 憨章大事的开始 夫相中白法者 正敌是万法 为是之子也 以不生灭心 与生灭和合 成阿腊也是 以此事有 绝不绝意 其绝意者 乃一心真如 为一切众生 正因佛信 其不绝意者 乃根本无名 弥此一心 而成事体 好 那么这个地方 讲到这个 信中的 这个 不生灭 跟相中的生灭 这两个怎么调和 我们看第一段 相中的为是 的重点在万法为是 他从生灭因言 来开展人生 他卧实地面对 轮回的问题 当然信中 讲万法为心 这个心就是 比较清静的 不带杂然的 但是为是学 它是从万法为是 一切万法 都是我们凡夫的 情世所变现的 当然这个情世 主要是受想心 三个作用 那么以不生灭心 跟生灭的 因言和合 成阿腊也是 为是学 它认为轮回 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本 就是阿腊也是 阿腊也是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怎么样 变现果报 那个果报又刺激你的内心 你又造业 造业以后 它要储存业力 所以阿腊也是 第一 它成熟以后 它就变现果报 它这个业还没有成熟 它就收集业力 等到业力 一直到成熟 又变现果报 所以它两个功能 那么阿腊也是 它作为一个生命的大仓库 它有两个特质 它是生灭 跟不生灭的合合 这样讲好了 阿腊也是的本体 是不生灭的 诸位你们知道 阿腊也是怎么来吗 我们上次讲过 它是从生如一念不绝而来 但是本来面目以后 一念不绝变得阿腊也是 所以它的本体是生灭的 但是它的作用 是生灭的 因果 因缘果报就是生灭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天台中 他讲出一个真如的概念 很清楚 他说 我们的阿腊也是 有没有真如 当然有 它有不生灭性 佛陀也没有真如 当然有 那么我们怎么欺负 我心中的真如 跟佛陀的真如 差在哪里呢 智德大师讲得好 他说 我们的真如 叫再禅真如 就是一念的听进心当中 被两个东西缠绕了 一个生死业力 一个颠倒妄想 但是呢 真如的本质没变 他还是清净本然 周遍法界 记住无量的性功德 只是我们呢 不想回关缓照 去把这个功德 开显出来而已 我们选择向外攀岩 所以我们凡夫的真如 叫做再禅真如 佛陀的真如 叫出禅真如 自在 他没有生死业力 没有颠倒妄想的干扰 所以他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我们这种真如是不自在 但是不自在 他的本性真如没有失掉 他还是真如 只是呢 再禅真如 所以阿赖耶士就叫再禅真如 本质是不生命的 但是他被 无量无边的业力 无量无边的妄想包住了 所以变成阿赖耶士 那么这个阿赖耶士 有绝跟不绝两种选择 当我们选择觉悟 就是回关缓照 修我宽宽法宽宽的时候 把这种缠绕的 业力跟妄想 慢慢地把它降低 我们就趋向于 亲近的一心真如 这是我们一切的佛性 当我们选择向外攀岩 跟着感觉走 那么我们的生命就 离真如越走越远 就走上的根本无名 这个就是成就一个 凡夫的尸体 所以你攀岩性越重的人 大概你离家就越离越远 那么这个地方 跟性向原种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解释一下 当然性中 强调不生灭心 那么向中 是常叫一种调伏对峙 他从阴言上调伏对峙 他讲到生灭的阴言 这个生灭跟不生灭 自古以来就有很高的增值 那么最高的分界线 就是在六祖大师那块 产生很大的分界线 我们都知道六祖大师 得法的阴言 就是五祖他年纪大 他希望他的弟子 把多年的修学心得 写出一个祭送 看哪一个祭送 比较合乎佛陀的真实义 就把这个法传给他 他传法不传人 依法不依人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徒弟 只要你的法 接近佛陀 你就有资格做领导者 那么当然 后来两个人提出了 他的心得 第一个就是六祖大师的 本来无一物合同的尘埃 神秀大师的是 实时其佛事 末世的尘埃 大家都知道谁得法了 那么 为什么本来无一物合同者 曾经得法 因为他把真如的根本 不生灭性前世出来 所以从这个祭送以后 中国佛教就重视不生灭 而忽略了生灭的因言 所以后世的祖师们 就为神秀大师喊冤 他说实时其佛事 末世者尘埃 这句话没错 难道你不需要世修吗 你每天拜佛 也是实时其佛事 末世者尘埃 那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那个金刚经 有一个祭送 有一个祖师注决的很好 金刚经说 若以色剑我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血道 不得见诸来 因为金刚经讲到不生灭性 所以只要生灭的 全部打入第二一地 游世皆下汗 只要你能够以色剑我 以阴生求我 这个人就没有误入佛道 对不对 这句话是合理的 后来祖师注决说 若以色剑我 以阴生求我 世人行血道 不能见诸来 这句话也对 你拜佛 是不是要借一个佛像 你可以对墙壁拜佛 哪一个人家里面 是对墙壁拜佛的 借相修心 对不对 你念佛难道你不出生吗 阴生 对不对 所以他这样讲的话 佛法不是矛盾吗 一下子就要见识 一下子就要离色 他是这样子 来 站在不生灭的角度 来修生灭 这个是最严重的 站在不生灭的角度 就是站在本来清净的角度 来处理你这些 复杂的轮回问题 理官 用信众 事修用为事 他是这样子 佛陀是这样 我们这样设计的 理官的时候 你把自己想成佛陀 你拜颤的时候 把自己想成凡夫 这样你们能够理解吗 有一个密宗的上师 他一个得力的弟子 跟这个上师学了几年以后 他觉得师父 你的整个处理心 不理心 空振件 这个理官的智慧 我全部都学会了 那你有更高的东西吗 上师说 没有了 佛陀传到祖师 传给我 我也如是传给你 如是我闻 我如是的宣说 你现在所觉悟的道理 就是佛陀的真实意 没有其他的 弟子就要告假了 跟上师告假 要出门的时候 上师说 回来 还有一个法庭传给你 把衣服打开 他那个大礼拜 拜的整个皮肤 都变成厚厚的卷 他说 我的这个拜颤的 事修的功夫 要传给你 理官不爱事修 虽然关一下法空 但是还是要乖乖的 实施去佛事 末世的尘埃 所以 你不能偏理 不能直理废事 你也不能直视魅力 你说那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事 可以做呢 你有如梦如幻的罪业要掺除 你有如梦如幻的执着要处理 所以你必须要把 理官不爱事修 事修不爱理官 理官 是一种理想法的观照 你必须要这样 观照对你有好处 你把自己观想成佛陀 你才有办法产生大的突破 所以理官要圆容 事修要务实 等到你拜禅的时候 你就观想 我真的是业障反复了 我需要乖乖的拜八十八佛 我需要佛力的加持 所以我希望大家 这个理官跟事修 你要达到一个平衡点 你入理官的时候 你的心是本来清净 本来记住 你的心有无量的圆满的功德 只要你愿意回官缓照 只要你愿意重新开始 你就可以跟佛陀完全一样 但是你从理官出来的时候 该练佛练佛 该持戒持戒 该拜禅拜禅 这个就叫性向严荣 所以你维士学 最好能够跟楝原金 滑滑金的配合 就是理官 我们采取楝原滑滑金的理官 但是事修 我们好好的用第六意识的修官 来忏悔业障 向外忏悔业障 靠第六意识的修官 向内调整第七意识 事修根据维士 这个是一个性向严荣的一个方法 好 我们看下一段 那么到这里 我们整个维士的总说都已经说明了 我们就讲个别个别的解释 巴士的个别体性 那么我们整个轮回的力量 除了外在的生死业力以外 其实都是第八识 在那个地方错误的作用造成 我们的思想 这个巴士的作用 产生严重的盲点 所以我们了解第八 这个前八识就变得很重要了 这个巴士 那么我们一般了解巴士分成三类 一个是明第八识 一个是明第七识 第三个明前六识 首先我们看第八识 第八识先解释它的名称 再解释它的意理 最后做一个总结 好 我们先把它的名称念一遍 那么第八识呢 其实它的正常的功能 它有三种功能 两种是正常 一个是不正常 它的正常功能 一个是阴相 一个是果相 我们解释是阴相 阴相呢 就是第八识呢 它有寒常一切种子的功能 当我们一次的生命结束以后 我们的生命消失了 但是有些东西没有消失 就是你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你创造出的任何的思想 都被记录下来了 这个东西没有消失掉 所以我们每一期的生命 或多或少 在阿赖也是 都留下一些痕迹 留下一些功能 或多或少 你生命长一点 你留下的功能多一点 你在这期生命时间很短 留下功能少一点 那么第八识呢 它本身能够把阴地的 散热液 把它形成种子 保存下来 第二个 当这个种子成熟以后呢 它有变异线果报的功能 它成熟 为什么成熟 这个熟加一个意义呢 因为它成熟的过程有差异 时间的差异 本质的差异 数量的差异 所以当这个阴地的种子 第八识成熟以后 它会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本质 不同的数目 把它变弦成果报 叫做一手 那么这两种功能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 这个无口后非的 但是不正常的就在志向 阿赖也是 第七一识 它这个执着 它执着第八识为我 它把第八识 所有的业力 创造一个自我意识 来掌控这个业力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阿赖也是 一种自我意识 自我的相状 这个是第七一识造成 我们对所有人事的执着 你慢慢地观察 一定有一个自我意识 在那边活动 一定有的 如果你没有自我意识 能够主宰性 你不想主宰它 你不可能执着它 任何一个执着 你都想主宰 一定有一个自我的概念 这个就是阿赖也 好 我们把这个第八识的功能 以一个寄送把它描绘出来 好 请社长 譬如巨海浪 思有猛风起 红颇骨骨骨敏惑 无有断绝石 藏似海常驻 近界风所动 种种诸事让 藤药而转生 那么这个寄送 它先讲批语再讲河法 首先它用一个大海 大海本来是平静 相对平静 但是它为什么起风浪 因为遇到猛风的吹动 这个风 往东边吹 就创造一个往东边的风浪 这个风往西边吹 就创造一个西边的风浪 所以 就使令这个平静的大海 产生一个广大的波浪 而鼓动了一个闽霍 闽霍一个黑暗的深烟 一个很深的大海 因为有这个风一吹 就创造很大的波浪 而这个波浪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没有断绝的时候 一个前辈的波浪结束了 马上创造下一个波浪 那么这个批语是比什么呢 说藏势海藏处 我们到阿赖也是 就跟大海一样 它含长无量无边的散热业力 它恒长相续地 在那个地方停着 那你来生到底是哪一个德国豹呢 就临终的时候的业力 来刺激你 进阶风所动 就创造了种种的 前期式的 新式的活动 那么这个藏要而转身 这个进阶风所吹 有两说 因为平常 我们的内心活动 正常人的心态 完全受外境的影响 心随进转 当然外境要刺激你 它要透过一个东西 我们刚刚说过 它说过什么 对 感受 对 它会先给你一个感受 让你产生 欢喜跟讨厌 所以我们对于感受的抗拒 就变得很重要了 所以第六意识 真正修观的人 他要助力两件事 第一个向外抗击感受 第二个向内对峙执着 第六意识他做两件事情 所以 这个 我们的心事的主要活动 第一个受到外境的刺激 平常是外境 临终的时候 这中医生 你临终的时候 你 你该去哪里的时候 你看你为什么 弄一听说 为什么他会到地狱的火去呢 哪一个人会喜欢地狱的火呢 产生爱曲 说我怎么可能 临终的时候出现地狱的火 产生爱曲呢 不是的 它是这样 你 助该要到地狱的火去 你临终的时候 你的中医生 你全身产生冰冷 冷得特别厉害 盖面被都没有用 然后你临终的时候 看到温暖的火 你就扑过去 结果变成地狱的火 是这样子的 那么那个临终的时候 那个 那个境界 那个索颜镜 那个温暖的火 是怎么来呢 就是你的业力变现出来了 所以 临终的时候 就是中医生的 对你的牵动 这是有境界封锁 平常就是你人事的境界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说 我们 人生的轮回来自于 有业力 刺激你的思想 由思想 又创造业力 然后这个业力 又刺激思想 这个业力跟思想的交互作用 使令这个 我们的生命 就生生世世的 轮回下去了 藤药而转生 那么当然 他的业力跟思想的转换点 就靠第八世的保存 跟地八世的变现 地八世扮演重要的角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战 好 这个是地八世的一个因跟果两种相貌 我们看它的意理 意理当中 地八世它有两种功能 第一个是凡夫的地八世 有肉的地八世 第二个是圣人的地八世 我们先看凡夫的地八世 看第一个 那么凡夫的第八世 首先我们看它的体性 浩浩山藏不可穷 烟生气浪尽微风 第八世呢 山藏 这个山藏我们前面说过 它有次相 阴相 果相 它三种功能 总而言之就是第八世 第八世呢 是广大无边的 你有本事轮回下去 它就有本事继续 把你的功能保存下去 它就有本事 把你的国报 一次一次的变现出来 它不会停止的 只要你有本事轮回 它就有本事陪着你 所以烟生气浪 敬微风 它不断地创造你的 前妻式的活动 当你是一个人的时候呢 它就变现一个人的前妻式 当你是一个天人的时候 它变成天人 你如果是一个蚂蚁 它就变成一个蚂蚁的 受想心事 这个是 讲到第八世的一个体系 它是 它不会停止的 除非你做改变 第二个它的作用呢 有两个 兽心持种 这是第一个 它因地 兽心持种 第二个根生气 它的国报 我们看兽心 这个兽心 第八世受前妻式的欣喜 尤其是第六第七 是非常厉害的 什么叫受勋 就是说 两个不同的东西 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 磨甲跟磨蚁 它们会互相地 产生欣喜 磨甲的功能 会保到磨蚁 磨蚁的功能 会保到磨甲 比方说 你拿一个手帕 放在佛堂 佛堂有这个 成香嘛 对不对 那么成香跟手帕 是两个东西吧 但是呢 这个手帕呢 它会受勋 它会受到 这个成香的欣喜 这个手帕 变得有成香的味道 第八世 也是这样子 第八世本身不造业 那它为什么有业力呢 因为它老是 跟第六第七在一起 第六第七老是造业 有造业的时候 它业力起现行的时候 它呢 诸位都知道业力是生灭的嘛 你刚刚拜了一副八十八佛 现在呢 现在没了嘛 在每一个洞窗都没有了 但是你在拜佛的过程当中啊 那个叉挪叉挪生灭的 身口衣的活动啊 诶 它欣喜第八世 成为一个叫种子 一种善者无弱的善根种子 这叫欣喜 受勋 受勋以后呢 它成为这个种子啊 它要把这个种子 牢牢地抓住 此种 比方说 孟子 当然孟子有成就 我们相信他过去有善根啊 但是你不能忽略 这个欣喜的重要嘛 你看孟子 他刚开始 他妈妈住在 浮沫旁边的时候 孟子看到 从小看到 有人在做祭祀 敲锣打鼓 他就学祭祀呗 他妈妈看一看不对 这样后续下去的欣喜不好 把他搬到 菜市场旁边 孟子看到有人在买卖 都开始学买卖 他妈妈觉得这个欣喜也不好 就把他搬到学校旁边 看到很多人读书 他也跟人家读书 结果变成孟子 所以你说 后天的欣喜 也很重要 受心持走 第八四本来没有意见 所以这个佛号 说实在多多益善 因为你的佛号 进入到你的心中 它会产生欣喜 但是你怎么引导佛号 就是上根的问题 所以第八四本身 他没有造业的功能 但是他有本事 把第六第七的业 把它收集过来 把它保存起来 叫做受心持种 他就这个本事 他接受前七世的 善恶的行为的欣喜 而成就一种种子 然后呢 他牢牢的把它保存下来 一直到他成熟的时候 就变成根深器 时间到的时候 能量处理到一个程度 变成的正报的根深 跟异报的七世间 如果你是善业起现形 就变成一个人的根深器件 如果你是罪业起现形 就变成一个善恶道的根深器件 那么第八四呢 在生命当中呢 气候来先做主公 来的时候他最先来 所以母胎 最先入胎的是第八四 小孩子在母亲的身体里面呢 他没有感受 也没有执着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个心事 一个心事呢 他就住在那个 附近母学那个 那个社房里面 叫做明舍 他最先到 那么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呢 他最后离开 所以你看你生命结束的时候 前五四开始破坏 你开始没有感觉了 别人跟你讲话 你也听不到了 前五四慢慢地往内的时候 前五四就消失了 第六意识的读头意识 你的意识也没有了 第七意识的执着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 临终的时候 到最后的时候 完全回归到一个 第八四 没有感觉 没有好回到第八四 然后第八四一离开 佛法就定立 这个人死亡了 所以第八四最后离开 他最早来到人世间 最晚离开 气候 但是来先 做主公 做主公不是说 他可以做主了 是他里面 阿拉耶士的业力做主 其实 其实说你来生要去哪里 你也做不了主 是第八四里面的业力 会引导他 去得国报 好 那么这个说明 我们整个 第八四的体性跟作用 有肉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 无肉的情况 不动地前 不动地前 踩舍杖 金刚到后 易熟空 大圆无垢 同时发 普照十方 成岔中 第八四的转变 从这个寄送 这个是 玄奘大师的八四规矩寄送 它是两个角度 第一个 不动地 八地 到了八地以后 破坏了阿拉耶士的功能 这个自我意识的功能 破坏了 所以阿拉耶士 到了这个 第八地以后 它没有阿拉耶士的功能 所以这个第八四 不能在三界德国报了 因为它没有自我意识 它虽然有无量无边的业力 我们知道 业力要自我意识的爱曲 去激发它 所以他八地菩萨 他的我职 被我空的职位破坏了 所以 阿地菩萨 没有生死轮回了 他那个生死的业力 就永远进入睡眠状态了 没有人可以激发他了 他不可能再变成枝叶花果了 这个种子就是 孤伪了 这个是第一个 到的八地菩萨 那么 阴言果报完全消失 金刚道后 金刚道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等劫菩萨 最后 要成佛最后一个 那个念头 叫做入金刚的这个道心 然后从金刚道心里面修我宫关 法宫关 把 第八世的 异熟的因果也破坏了 所以 事件上只有一个人是不落因果的 是佛陀 圣人都还有因果 比方说 木剑人尊者 各位知道木剑人尊者是神通第一吗 对不对 他的死亡有一件事 是公案是说 执障外道有一天开会 外道开会说 这个佛陀一出世以后 把我们这些信徒的供养都抢走了 这个罪魁会所是谁呢 是木剑人尊者 因为他神通太厉害 他跟人家讲说 他的前因后果 那每一个人都相信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佛陀打败 必须把木剑人尊者给杀死 这个开会 大家都同意了 这个五百个十丈外道 决定以后 就拿了棍棒 来到了这个木剑人尊者的疗房 早上到的时候 木剑人尊者 他一看就知道有什么回事 有神通力 从门缝里面就 飞到西空 就跑走了 那十丈外道找不到人 就下山了 下山以后 木剑人尊者又回来了 到中午的时候 十丈外道又来了 木剑人尊者又有神通力 又跑走了 到黄昏的时候又来 木剑人尊者知道 他的夜暴成熟了 他没有必要再逃避了 所以他就没有走 结果他的射身 被打成肉酱 连骨头都被打碎了 打碎了以后 当然木剑人尊者 是不可思议的神通 十丈外道离开以后 他用射身 用神通力 把它恢复原状 跟佛陀顶礼以后 才入涅槃 入涅槃以后 这个事情就传开来 当时的阿舍士国王 非常生气 调查是谁做的 是十丈外道 阿舍士王就把这个十丈外道 五百个十丈外道全部抓来 用火全部烧死 伤死以后 当然这个弟子们 为了木剑人尊者很悲伤 有人就问弟子 问佛陀说 木剑人尊者修行这样好 他被执上外道杀死 这两个不衬合 所以他的死 跟他的修道的道理 不衬合 佛陀说 的确从表象来看 木剑人尊者的死 跟他的这种 圣人的境界是不衬合 但从因果的角度是衬合 从第八世 异熟世的角度是衬合 就是说从第六异世的角度 木剑人尊者第六第七世 修得很干净 但他第八世 他第八世还没有干净 就是说 你看他的第六异世 清静庄严 你看他的第七异世 也还不错 至少他的我空 他的我子也没有了 第七异世也相对干净 但是问题 他的第八世的异熟世 没有消灭 伯多说 木剑人尊者以前 他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 他对他父母亲本来很孝顺 后来长大以后 结婚了 娶了一个太太 他就带他太太两个 孝顺他的 年老的父母 结果他去工作的时候 他老婆 跟他父母关系没有出好 没有出好 他老婆回来就经常抱怨他的 公公婆婆 怎么怎么怎么的 那木剑人尊者听久了以后 刚才他刚开始不相信 听久了以后也受到影响 就怀恨在心 所以两个人就计谋 又晚上 把他连老的 爸爸妈妈 送到森林里面去 那假装强盗 就用乱棒把他父母打死 打死以后 这个年轻人就 木剑人尊者的前身 持座地狱去了 活都说入火烧地狱 火烧地狱经过几节以后出来 受这种遗报 被木葬打死的遗报 所以金刚到后 易熟空 就是说 即便你是圣人 你还没有成佛之前 你就脱不了因果 所以大修行神 还是落因果 只有一个人不落因果 佛陀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佛陀任何的果报 对他来说 全部是大破裂版 即便佛陀的樱花生 来到人世间 他还有一些遗报 你看他吃马脉 你看嫩人精怎么解释马脉 入此人口成甘味 那个外面的马脉 阿罗万吃马脉 变成真的是马脉 但是这个马脉 跟佛陀的舌头 一接触以后 变成甘味 佛陀没有因果 佛陀是金刚到后 易熟空 他的生命完全是万德庄严 所以说第八世的转变 第一个 了分断生死 第八地 第二个 阴言果报 全部结束 就是成佛 金刚到后 易熟空 那么易熟空以后 后面是什么回事 大言无垢 同时发 普照十方 成插中 这个时候 他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无垢的 无垢是指着 他是破旺 最后的结果 是清净的 那么他的身上 他种种的波罗蜜 就变成大言尽致了 四字谱体 无量的波罗蜜 无量的功德妙用 你看佛陀 有一个公案 你就知道什么 叫做大言尽致 你看佛陀有一次 他 提波刀都不是害佛陀吗 他把这个像灌醉 灌醉以后 用那个鞭子 打这个像 醉像就往佛陀的方向 冲过来 阿罗汉看到醉像以后 赶快用神通力 飞到虚空去了 佛陀的大言尽致 跟像接触的时候 他自然升起 慈心三昧 他的手就挤起来了 挤起来 以后这个手 出现五个狮子头 这个像 他喝醉了酒 看到狮子就醒过来了 看看狮子以后 赶快爬在地上 不敢动 那么 是什么力量 让佛陀能够产生 这样强大的转化力量 大言尽致 所以阿罗汉 遇到因果的时候 他只能够保护自己 他不能够转化外境 因为他因地的时候 他因地的时候 只修我空关 所以他没有修法空关 他在法不得自在 阿罗汉只能够了生死 但是他不能够说 佛为法王 以法自在 他不能转变外境 不可以 所以佛陀是 内外多自在 大言无够同时 普照十方成差中 佛陀一念的 清静庄园的慈配心 经常白天晚上 观照十方众生 看哪一个众生 因人成熟都没有 那么来度化众生 这个是第八识的妙用 我们今天先讲到第八识 我们留点时间 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第八识 第八识等于是 我们一个仓库 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 回到第八识 当我们生命开始的时候 从第八识出发 就是我们一个生命 换成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 它扮演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换点 气候来先做足共 那么它平常 当然两个功能 阴力含长种子 果地变现果报 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有一个人 他每天做买卖 他出去以后回来 或多或早都会换一些东西回来 有些东西是对身体有害的 有些身体是对身体有益的 那么他每一 这个地都是做买卖回来以后 他就往仓库里面一丢 所以仓库就很多东西了 有好有坏的了 但是他也不想处理 反正他心只是想向外攀岩嘛 等到这个人有一天学佛了 他知道这个仓库 该整理的时候了 该面对它了 那么他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 把不好的东西慢慢地减少 把好的东西慢慢增加 就是先处理业力这一块 但是彻底的 必须把这个仓库拆掉 破坏阿拉也是 只有修我空观法空观 把阿拉也是破坏掉 把它转成真如 的彻底 我们刚开始先求 断恶修散 然后在最后进入到 转凡成圣 这个就是第八十 大家要对第八十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提出来 可以提出来 第八十本身不造业 他本身不造业 他本身也没有好坏 第八十本身没有好坏 他非善非恶 但是他会记录善恶 他会把善恶保存起来 他本身是非善非恶 他完全没有意见 所以你在造善的时候 他也不劝你 他也不阻挠你 他就在旁边厚着 他就把你的功能 全部收集起来 他是一个非善非恶的尸体 请收 师父慈悲阿弥陀佛 师父刚讲到第八十 最究竟的方法 就是把倡库拆掉 那这个拆的时候下手处是在 他起现行的时候才有的拆 才用智慧观照去拆 是不是 如果他没有起现行 其实他经常起现行的 他没有休息的时候 八十里面 有两个事是不休息的 一个第七一个第一宝 叫恒常新锁 他白天晚上不休息的 前六四会休息 你睡觉的时候 前六四 你不做梦的时候 前六四是全面休息的 第七第八四他没有休息的 但是你拆第八四 你要改变第八四 要从第七第七四下手 从第七四下手 因为第七一四的 我执 深深的主导第八四 所以我们在研究维世的时候 你除了研究他 当体的功能 你要注意他之间的互动 他们之间会互动的 第八第七 密切互动 第七第六 也密切互动 第六前五 也密切互动 他们形成一种互动的 互动关系 所以你要破坏第八四 要从第七四下手 因为他的 我爱子是第七四引起的 他本来是变成因果 对不对 那么因果里面有一个我 我去造业 我去德国报 那个我的概念是 第七四给他的 所以第七四一转 第八四就跟着转 所以六七因中转 对不对 五八果中原 在因地里面要改变的 只有第六第七 六七 五八是配合的 你六七转 他的五八就跟着转 感受也跟着转 第八四也跟着转 所以你因地的时候 注意第六第七就好了 六七因中转 五八果上原 我们进土中的人 我们今生不可能破坏第八四 这是一个现实 但是你最好把第八四的势力 降到最低 你必须把你的清静心 所射受的信念的力量加强 你临终不能干第八四来主导你 你要第八四来主导你就完了 你就随便往 随便你就流转了 所以我们临终的时候 要在第八四没有启动之前 你还没有死亡之前 你的正念就要提起来了 所以随便往生没有经过死亡 没有经过第八四 一旦第八四开始活动 你就完了 第八四的势力 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所以进土中 是要在第八四 还没有活动之前先下手 你赶快提起正念 跟弥陀感应道交 靠第六一世随便 到进土去了 一旦你的第六一世进入蒙觉 第六一世开始不活动的时候 由第八四主导的时候 你就不可能往生 一个人临终只要进入分岁状态 你就百分之百不可能往生 因为你根本随便往生 那个第六一世的正念 失掉了 完全第八四主导的时候 你不可能往生 第八四 它是一个有落业力的根本 所以你必须在第六一世 清楚的时候 就要跟阿密陀佛感应道交了 就第八四还没有出手之前 你就要先下手了 完成感应道交了 一旦第八四开始活动 你就没机会了 没有问题就是全部懂了 当然第八四 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 因为我们修行 也不能从第八四下手 因为它是被动的 它只是一个仓库 其实它很无辜 它只是一个因果的 一个摄持者跟变现者 那么真正主导它的 当然是第七一世 当然第七一世 也受第六一世的影响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向下文长 赴再来日 回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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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